我很想给我的孩子自己爬上台 他今年两岁半 他今年两岁半 要我尝试去了解这个产品 因为这个产品对每个人都很需要的一个销售 所以我就给我的孩子尝试 他是一个坏习惯 他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说他每次发烧的时候 他都会烧到40度 两个小时里面他会烧到40度 我和他的爸爸都每次在高原 一发烧我们就马上驾车带他来 槟城的洛馆来 到了洛馆来 他的护士就帮他这一下40度 护士就马上在紧急房给他放屁股的药 因为还要等医生 所以我看到这个产品很好 不错 我就给他尝试 他已经尝试了很久了 很不错 到今天为止 还有他 他的脸都有 时常都会敏感 都会好像 两个脸部都会红红这样 都会敏感 因为有时候我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给了他药膏查的话 他心心是能好 过后的时候 他就会又再 又再 查的话又再不能好了 这个就是他 我又给他吃酵素了 每天只是吃一汤匙 就帮他查脸 就帮他查脸 那天我 我做工回来 我看到他的脸 红到好像那种脱皮 流血这样 我就吓一跳 我就给他每天吃一个 吃一汤匙的 煎口酥的时候 我都想想一下 不然我试一下 他的爸爸就说 会不会很那种 稀稀这样 因为有些酵素 会很稀这样 我就讲 应该是不会 我就帮他查 两个脸部 各天的时候 睡觉起来 他的脸部 都自己变成 冰颜色这样 粉粉的 粉红色这样 好了很多 了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每天给他 吃一汤匙 他都会自己 用他的手 要去汤匙那边 来查他的脸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了 可以 因为我对这个 鼻翼的产品 很深入的去了解 因为 因为 因为能帮助到我的孩子 所以他还有一样的话 他就是 时常偶尔会 感冒 流皮涕 他如果他好的话 去看医生吃药 等下两个星期多 他又在 流皮涕 所以我现在 给他吃了 ZENKOSO之后 他都已经 没有再发生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 这个ZENKOSO 谢谢大家 我也要感谢 BE出了这个产品 给我们每个人 也谢谢 三位父亲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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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吗 你要跟我一起吗 有吗 很可爱 是不是他 因为我刚才抬笑的时候 还一直跟我讲ZENKOSO 你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吃什么 嗯 你吃什么 看你吃什么 大家不要讲话了 ZENKOSO ZENKOSO 哇 原来他是要敢ZENKOSO 他只会ZO 对吗 谢谢你啊 你要在这里 跟我一起是吗 你看 你看 他吉强站下来分享 是不是 可见哦 他真的很喜欢吃ZENKOSO 因为刚才在台下的时候 他一次跟我讲 那 你看 吉强我 擦擦这个免账 这个两点 你不怕 你不怕 来我陪你 他打算了 欸欸欸 慢慢小心啊 哈哈哈 上台这样久了哦 才讲怕怕 是不是 夹夹的他 我觉得 哇 你看他刚才吃这个ZENKOSO的时候 吃的几开心哦 哦 孩子就是 父母亲心 心头上的一块肉哦 等我们孩子有 什么问题的时候 最辛苦 最心痛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哦 对不对 啊 谢谢Amy这样好的分享哦 我们再给Amy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孩子的分享者哦 她也是一位母亲来的可见 妈妈真伟大 对不对 哈 我就不多说 我们就请她上来分享自己的见证了 孩子的见证 我们请我们的宝宝六 大家晚上好 好 好 OK 我今天 呃 我是要分享 这个 ZENKOSO 对我的孩子的 呃 帮助到我孩子的 很大的一个改变啊 OK 所以 其实 我为什么 我会 就是接触到这个ZENKOSO OK 就是 我穿了这个Aroma Pen 然后 呃 我才 遇到这个ZENKOSO啊 OK 所以 老师说 我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有给我的孩子吃什么保健品的 包括我 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吃过保健品的 因为不相信嘛 OK 所以 就是我的孩子 这个是我第二个孩子啊 他今年三岁 好 但是 一开始的时候 他差不多 还没有到一岁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 小 呃 小女孩啦 哈 他很骚磨的 哈哈哈 你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 什么意思吗 就是 他从小到大哦 他 常常生病的 而且哦 他可以说生病了 发烧 呃 感冒 流PT那些 但是甚至啊 他的那一个痰啊 那些 就是导流在他的肺那边 然后 有两次 就是 呃 困难到 被 就是要去医院住 然后因为已经是发气喘嘛 OK 然后 就是没有办法 每次生病了 然后 吃药了 要吃完了啊 哈 他还不会好的哦 而且 吃了 那个 antibiotic Doctor也是给他吃antibiotic 你知道吗 吃了那个antibiotic啊 完了啊 然后 两个星期 好一下子了 两个星期了 过后 又再来了哦 然后 Doctor又再给他吃antibiotic哦 然后 生为母亲的哦 一直看到这样子 一直吃药吃药 真的是不行啊 真的 因为每次吃了 吸药了 完了 然后又再 没有办法 的情况下 就是给他去看中医咯 OK 然后 看到中医 也是不会说完全好到晚 然后就没有办法 就是慢慢给他这样 好 但是一次看到他的 那个身体这么弱 哈 一次这样子弱 下来 然后 之后就是 到了 今年的四月啦 哈 今年的四月 我们 我才开始 OK Try to 给他吃 因为我听我的上线跟我讲 这个 是可以 给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好 是什么 所以我就 借这个机会 给他尝试咯 也是半信半疑啦 老实说 我一开始 我给我的孩子 吃的时候 我老公讲 可以咩 这个人 吃了 好像先当样子咩 吃了会好咩 可没有办法 然后就try咯 try了 嗯 四月 try try了 然后 五月六月 因为他 可以讲之前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月都生病了哈 OK then 四月我给他try起 try了 诶 五月 又没有问题哦 六月的时候 刚刚好马来人新年 我们就 带他去三位玩咩 OK then 你们知道的吗 三位就是 呃 一定会玩到一整天 然后下水 游泳上来 又下水游泳 试啦 又干试 又干这样子 肯定他不行的 我跟你讲 然后真的是很神奇的 就是说 在那个六月里面 我真的是看到他完全真的不一样了 虽然是他这样子一整天 在那边上下上下玩 这样子回来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看到他 好像呃 有什么assigner说 他 阿球那种还是什么 不然每一次哦 他 我们的家 楼下 他的姐姐就是有 有玩 呃 学游泳的嘛 他一直吵着要去游泳的 五分钟过后啊 起来 一定是有听到声音的 阿球的 ok 然后 就是 呃 每次啊 就是他已经是 阿球了 一定是感冒了的 然后这个六月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到他真的是有很多的 不一样了 就是真的看到他真的是 从之前 好 四月开始到现在 真的是 他完全没有 好像生病的健壮 ok 然后到来七月八月 到九月十月 ok 当然中间 也是会有一点的小生病啦 不是说 完全没有 可以给我看呢 就是说 虽然是他生病啦 哈 然后他 吃了医生的药 没有完呢 他就很快的就恢复了 所以这个可以 呃 证明说 这个Zangosol 帮到他很大很大的 呃 建立起他的那个 营养系统 咯 因为不然每次吃药啊 还 已经是完了的话 也是还没有好的 咯 现在 虽然是他有生病 ok 他吃了药 dentage很快就好了 ok 还有一个就是 当他感冒的时候啦 有听到他一点点感冒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大量的服用 就是说 好 有没有 不得了 就会得了 他就会给他 就会给他 那边 你再有一个 助理 就是 我 这边 你 这边 我 你 那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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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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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好喝 你跟狗说好吃吗 好吃 好吃啊 OK,狗了 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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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静的啊 这是我的大女儿 你看… 冰冰 这里面是一个 还在意识 来 我都来 我也说 是 大家的那种真正的 就是 对 这是真正的 哇 可爱嘛 好像小网红这样对对 吃了 嗯 好吃 几例还打广告一下 其实他讲了像他妈妈开心 他妈妈就叫他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了对不对 原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啦 他的想法 我们再给波波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分享哦 我看到这孩子在吃这个 的时候我就是想到我的小儿子 他很卡 他还用这个小汤匙 我孩子之间用一个茶匙这样 吃下去 然后全部小孩子都是一样哦 你叫他好了完了完了 他没有的 哎 在那边一直点着那个汤匙啊 不愿意放 如果他放下来 就是他都要咬多一个汤匙了对哦 所以你讲Zenggozo多么好吃 给孩子吃Zenggozo 因为他吃糖果对不对 啊 还更可怕啊 吃糖果是不是 所以Zenggozo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你还没有试过今天 就马上试试了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分享者 前两位都是母亲嘛 对不对 哇 接下来这位是一位父亲来了 所以我们就请他自己上来 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哦 我们有请Zenggozo多么 热烈掌声谢谢哦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Zenggozo多么 其实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爸爸 所以我有一个儿子 五岁的儿子就是他 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 这个就是他 你看以前就便宜胖胖的 蛮可爱的对不对 现在就比较瘦了五岁 可是还有遗传到爸爸的优良的外戏吧 所以今天我其实要讲一些 关于他跟Zenggozo的一些 见证故事啦 接下来 其实他自从三岁开始就有一个惯性的流鼻血 差不多两到三个星期就会流鼻血一次 或多或少这样子 所以比你性的周期还来的短一些 所以追溯回去他流鼻血的时候呢 是差不多在三岁的时候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当时呢 是没有大风大雨的 所以我们是被 我们夫妻是被他 这个哭声吵醒的 大概在四点早上流程 所以他哭了很大声 我们就吓到 一开灯就看到 哇整个床上 他的那个枕头 和被单都是血 衣服也是血 很多鲜红的血 真的是吓到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 所以当时就 我和太太就 不能吓到他嘛 我们自己也吓到 所以不能吓到他 就走着很镇定的 就帮他处理 所以在处理的期间呢 就我就帮他止血 然后太太就准备东西要去医院 所以在那个当时 我们就开车 开到半路他的血就止了 然后我们都回去了 都回家 所以已经止血了 所以从这个流鼻血那边 我们也学到了一些急救的方式 其实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 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孩子 有流鼻血的话 要怎样做 只是按照他的鼻梁 再头向下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要头向上 头向上的话 鼻血会倒流 进去喉咙 所以这是一个 其实我们认识的 应该是医院的 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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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是灰神太多才会这样子 长长 然后还会是流鼻涕 就像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 鼻鼻这样子 鼻涕很多很长的鼻涕 然后这些都是症状 一二三 全部都是关于鼻子的问题 所以 所以 我们给他吃了 Tangosho之后 在八月开始 他吃Tangosho 直至今天 所以 至今没有流鼻血 到现在 然后 鼻涕敏感 鼻涕感 减少了很多很多 所以 打分析也是减少了很多 只是刚刚 有一次 在这里 刚刚而已发生 所以 至今没有了 然后 为什么我们会接触到 Zangosho教书呢 是 其实 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 川流 有效果 因为我是在日本公司上班的 做了二十多年 我跟日本人 有这样子的关系 二十多年 因为我知道他们对 产品高规格的 高规格 高品质的要求 然后 就知道他们 对他们 他们产品也是蛮人性化的 然后 所以 就看到 Tangosho 就给他try 我们也上网 查到 Tangosho 其实 在亚洲 应该是日本人 在亚洲 是第一个研发的 第一个研发的国家 所以你看日本人 为什么叫长寿 对不对 然后 他还有另外一个症状 就是 轻微的便秘 刚才 I think 营养师有讲过 有讲到 他是差不多两天 两天到三天 才 上大号一次 然后 鸡肩 中间 就会 放屁肩很臭 非常非常的臭 只是不能上 上厕所也是不能搭出来 其实 so after 治疗 就够说 在学校 还是去保护家 回来 就会问 今天有没有大病啊 就是这个问题 每天都会问的 so今天 每天我们问他 都是会有 同样的答案 有大病的 so 我觉得是个 蛮好的 排毒的一个方式 就是 健康做的功劳 so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他为什么 你看 他 就很瘦 他很害羞 so 就是 以前就圆圆 现在就 长大了 活动量多了 就 不长肉咯 然后我们就问 询问医生 专家的意见 但是 医生是讲 问我们以前 我们的 我们自己小时候是怎样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蛮瘦的 也是跟他这样子的 so 医生讲 你不能expect太多 因为自己也是这样 so 父母也是这样 就不能expect太多 因为 他小时候刚才就圆圆了嘛 then 我们就看到他这样子 就觉得 诶 为什么不能长肉呢 so 现在 after 给他吃了 ZANGUZO之后 8月到现在 不多啦 其实有长了差不多 900g 这样子 还是不到一个kg 还不到一个kg 我们是monitor 这样子 so 这里是有五个症状 他的金针在他身上的 then 是要分享给 爸爸妈妈们 so 如果你们孩子有这样子问题 其实可以服用 BE的ZANGUZO 比较少了 也要谢谢NEE 其实带进来 这样好的一个教授 给我们 so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次谢谢 JAN给我们这样好的分享哦 刚才看到他的照片 孩子流屁血了 是做父母的都心痛啊 心痛哦 虽然刘他说了 谢谢 谢谢